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忆体独军短线狂喷 到底会涨的股票现在怎么找 怎么来掌握关键买点 今晚请教分析师张家豪了 阿豪老师好 娟姐大家好 我是阿豪 好 台股继续要首吻 20500点准备要建置前面的历史高点 20883点 这电子大军强势回归 台股创高之路能够走得平顺吗 到底冲锋的主流下一棒要换谁呢 哪些在震荡盘中逆势表态的个股 有明确低档转枪 有人追买的讯号出现 今晚请教分析师曾一杰 杰帅老师好 婷娟好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一个整体盘面 刚才跟阿豪老师聊到 今天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氛围 就是好像一副快要挑战 创新高 但是整体大家追买的一个热情 却有点受到压抑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前波很热的银剑骨 今天明显拉回 反而是靠台积电 还包含了鸿海 今天有点撑住整体的一个大盘 那我们来看一下盘后的筹码 其实三大盘累计都是站在买方的 只是外资的买超幅度 稍微是缩小一点点 而且外资目前在期货的空单随位 又小小增加了 现在又来到超过1.9万口 所以我想想阿豪老师 好像今天比较有点压抑整体盘面 追买的那种乐观氛围 还是受到了外资空单的压抑吗 你怎么看呢 好的 其实我们在昨天 就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距离5月20号 到昨天刚好剩下10个脚一只 所以在开始倒数的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 市场上的一个资金 慢慢地又会聚集到这些权重股 比如说像233的台积电 包括说2317的这个鸿海 那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其实很明显就是 凭一个520的2万点 那个面值之争 那我看到的一个重点就是 它不只是要占乱2万点 如果说它真的面值 要做到最大最大的时候 那就是再创历史新高 所以你会很明显地感受到 今天的资金 好像又聚集回来 这些权重股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也就是 我们在上个礼拜 一直跟各位去提到的 接下来的一个加权指数 其实最关键的 还是跟台积电有关系 那台积电我们到底要看它的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就统一用一个叫做 阿豪的骨架循环图 其实你看这个图简单的几个 而且你甚至连手机的看板软体 都可以拿到的一些技术分析的工具 但是在实战上 它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直接来切入 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各位去提到台积电 而且特别是从它的周K等级去看 那你其实你就看得很清楚 就是目前这个控盘者 他真的对于这个资金的一个掌握 包括说它那个点位的一个回撤 包括说它的一个突破 真的都做到一点都不差 来我们直接看 这是台积电的一个周K图 那我记得上个礼拜上通告的时候 有跟各位去提到 上个礼拜的台积电 它是不是沿着这个5MA 这是周K嘛 所以5MA的话 它正式的名字叫做 五周的平均成本 那上个礼拜关键就是在于 它收盘到底有没有办法去 占上这个五周的平均成本 结果它上个礼拜收盘 台积电礼拜五是收780块 一点都不差 刚好就是连在这条线上面 那给各位看一个更惊险的 这一个礼拜到目前为止 它的最低点是786 786 那如果说你盘中有在看盘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5MA 是不是刚好785 所以我才会说 这个控盘者真的很厉害 他能够把那个点位控到 真的一点都不差 那控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那今天盘中 最后是不是占上了这个800块 那为什么要占上这个800块 其实如果你看到这条下降切线 大概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 它今天盘中已经先把它拉过去 拉过去这一个800块了 那所以我们如果再继续往前看的话 那就是你在这个地方823 那时候达正之后 是不是回来再洗盘 那洗着1234到今天 已经是第四个礼拜了 那接下来要在下下礼拜 要去520的时候 其实它用时间跟空间洗完毕之后 各位你如果看到它有一天 又慢慢的不小心 又摸到了这个823以上的时候 那我跟各位去做一个报告 如果它这个823它第一个关卡 已经到了之后回来重新洗盘 但是又摸到823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取得要挑战 千元的这个门票了 所以我觉得在台积电的这个地方 你好好的去关注 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有一些 股票的资金 好像慢慢的又回到权重股 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看到好像幕后就有一只黑手 比如说我们昨天有跟各位去提到 这只黑手专打这个鼓王 对 昨天我们讲四星KY 对 昨天四星KY 是不是一路的直接被按到那个谍听板 然后今天它不打落水狗 但是它打的一样是鼓王 而且它打的是那个 前阵子长最凶的 迎剑鼓的鼓王 永信剑对不对 你看今天5508的这一个永信剑 一样这个你在上面走不到它 为什么 因为它平满之后 直接把它压到地上 有没有 它最低点压到这个跌听板 它跌听板的时候 那最后好不容易才爬起来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你可以去看得到一些 很微妙的资金的一个转换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 你能够在这十天里面 好好的去把这些 比较细微的东西 把它观察 把它参透 并且知道它背后 酝酿出来的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我觉得对各位的一个操作的功力 会有快速大幅的提升 那其实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会关心 像这个永信剑 它之前很凶 一直涨停 涨停 一直在创 创这个历史的新高 从168才几天而已 直接冲到了250 很希望它打回来 可是你看它一打回来 直接压到跌停板 其实你会想说 这个接下去搞不好 明天又一支跌停板的话 那到底怎么办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我今天在网络的 这个教学节目当中 遇到了 因为我今天盘中 也是在盯这一档股票 那当它打到跌停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说 你会让它锁到收盘吗 没有 它只有一个半小时之后 它就给它打开了 所以其实这中间 我在今天的这个网络教学里面 有针对 特别针对这一些东西 比较细腻的东西 跟各位来去做一个说明讲解 所以如果说你对于这种 他们主力控板的一个手法 有兴趣的话 那记得扫描QR Code之后 今天按这个178 这个网络教学里面 今天特别针对这种情况 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 好 那我们回到了 那我相信现在最大的赢家 当然就是手上有这个台积电的人 没错 从那时候750块到今天 它又回到了这个800块了 可是如果说你觉得800块一张80万 你那时候没有在750块买的时候 现在是有点怕怕的也追不下去 那到底选股的方向往什么地方去选 那有没有发现 其实台积电一拉上来的时候 跟它有关系的大联盟 好像又冒出头来 今天很多设备股都还蛮漂亮的 对 所以其实这个选股的逻辑 大家就比较容易去接受 那我们看到这个3413的这个金顶 所以金顶的话 我们用最简单的骨架循环图 去看MACD一直在零走以上 KD有没有发现 它从这个地方前到50以下 它骨架也跟着去休息 可是它一回到50以上 台积电今天冒出来的时候 它又要来挑战前面的这个高点 所以这个骨架的循环图 其实它很简单 但是实战上真的还蛮好用的 那另外一种选股的方式 我觉得就是由下而上的选股方式 对 记不记得我也刚刚我们昨天 在由下而上的选股 它昨天是不是有冒出来 对不对 那冒出来之后呢 你如果用骨架循环图 再去检视一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是不是刚刚好冒出来 所以今天就算你没有用 那个由下而上的选股方式 它是不是用骨架循环图 已经慢慢的又冒上去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 当大家觉得说股市很难做 特别是资金又被台积电 这些权重股给吸回去的时候 其实你如果有办法 从这些蛛丝马迹 去找到这些 有人在雇的股票的时候 其实我对于 各位对于这个操作的一个自信心 其实会有蛮大的一个加分作用 好 因为威刚呢 这个是在阿豪老师 有盘后选股里面 由下而上的选股法 其实我们最近几天 都有特别追踪那档股票 但因为他们像包含了他 包含了最近很多记忆体族群 像之前十全 都是一喷出 就蹦蹦连续两天就冲出去了 就是想请阿豪老师 帮大家找一找 在你的由下而上的选股法里面 这些有没有哪些 真的是特定资金 的确就进驻到这档个股的 我们有没有什么迹象可以看 对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 他每天真的很认真的 在看阿豪的这个盘后选股 他会发现 好像真的会涨的股票 人家都已经先准备好了 就好比说我们昨天的这个盘后选股 昨天盘后选股里面 有一档叫做1582的这个信件 那1582的信件 其实他法说会是在盘后才开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人家早就已经先准备好了 结果他这个法说会 释出的一个消息 还蛮不错的时候 今天直接再创新高上去 今天盘中下的加速 其实一千多档 比那个上涨加速要多好很多 可是像这种人家有在顾的股票 一下子 这是什么 由下而上的选股方式 那另外一档的话 也是像这个十全 这就更不用讲了 更不用讲了 他这一档股票 当然它是一个绝地的 一个完全的一个转型 完全的一个转型 所以我记得去年 在介绍这一档股票的时候 他那时候本益比四千倍 他本益比四千倍 大家被大家笑死了 可是他今天非当时的无下阿蒙了 可是我们不管那些东西 我们就是知道说 人家已经要动的时候 今天是不是又上去了 所以这种就是 由下而上的一个选股方式 他注重个别公司的一个表现 其实不管大盘怎么样 不管国际指数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看到的事实就是 其实这个美股的干扰 那外资一直在做避险 对 空干的部分 搞得甚至有一些黑手 直接都是专门在打那些股王的 那其实这个跟两万点的面子之争 这个脱离不了关系 那我们要做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东西 我觉得今天帮各位再具体化一点 其实两个步骤 第一个 你要把这些会涨的股票 先把它选好 选好之后 再来找这一个好的买点 你做好这两个动作 而且把它做扎实的时候 我觉得你在操作上 一定会比现在更加顺遂 那第一个动作 我已经帮各位做好了 选好的股票在什么地方 在好的盘后选股里面 今天的一个盘后选股 我已经又把它放上去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今天在操作 遇到了一些阻碍 那我觉得不妨参考一下 扫描完QR Code之后 我的盘后选股 是放在这个记事本上面 那你也可以用这个小老鼠 Good 是我现在服务的单位 我帮你一起发 580 178 那扫描完毕之后 你再按一下178 像今天那个营建股 打到跌停板 我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你就会整个豁然开来 这到底是机会还是危机 一看就知道了 好 那因为看起来 在今天盘面 资金轮动非常快速 之前很强的营建股 在今天回软的同时 到底该跑该报 阿浩老师会在 一些盘后的教学 再用给大家 进一步的一个操作建议 那当然还有一些 个股资金开始出现了 有人在顾 准备的看起来 不甩大盘怎么走 他就走自己的路 这些个股怎么掌握在手里 可以在阿浩老师 赖讯处里面 有进一步个股的整理资料 可以提供给大家 好 那我们等一下回来 会持续追踪一下鸿海 最近真的是勒多其发 今天早上最新包含了很多 内资法人的报告 喊他直接要上205块了 什么时候可以看得到呢 能够正正当布局吗 等一下回来 请教杰帅老师 欢迎回到1600股民开讲 看一下今天的台币 是终结0.6升 尖尾盘蝙蝠收链 中长扁2.3分 收在32.37元的价位 那回到盘面来 请教杰帅老师 杰帅老师 今天的一个盘 其实倒是有个现象 留了一个下影线 看起来是测到 20500点之后 就开始有点收脚 但其实很多的大股票 有挺身而出 所以目前看起来 是不是真的还没有机会 在520之前挑战前高 历史高点 20883点机会大吗 好了 谢谢婷娟 首先今天这个行情 出来之后我更开心 为什么开心呢 首先第一个大盘 今天收盘的表现是 大涨了大概130点左右 那涨了130点左右之后 这个对于后市的看法 我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就直接看一下K棒 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首先今天的这一根K棒 大家认真看 最右边这根K棒 它是留了一个下影线 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 那这下影线的位置 刚刚好就碰触在 20500点这附近 好 那你再仔细看一下 前一天的K棒 前一个K棒当穿越了 20500点之后 它是留了一个上影线 代表说来到 20500点以上的时候 是有卖压的 所以它才会出现一个上影线 但是还好 昨天守住20500点 我记得是说在20523 那今天再涨130点之后 直接就来到了这个 20600多点 那说了一个下影线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今天的局势 跟昨天刚好相反 今天是打到20500点之后 开始有买盘介入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各位这两根K棒 要透露的讯息 代表说昨天 20500点是压力 今天20500点是支撑 从压力变成支撑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转强讯号 而且台北股市已经站上了所有均线之上 是一个多头均线格局排列 接下来再看MACD MACD我说过了 在前天已经形成黄金交叉 所以现在大盘的行情 我要正式告诉大家 已经重新翻多启动 重新翻多启动是什么意思 各位不要小看这个重新翻多 这个重新翻多 如果要越过这个高点的话 快的话 其实只是一根红K棒 200多点 那一根红K棒会不会很困难 不困难 只有一%而已 很简单 快的话这个礼拜就达正刷新纪录 突破20883 慢的话 我认为520之前很有机会 所以接下来各位这是一手好牌 大家就不要再观望了 在观望你会浪费这一手好牌 你要选好股票做好布局 这才是上策 那怎么选好股票做好布局 来七个字我们一起复习一遍 趋势转多有人买 各位趋势转多有人买 我每天一定讲 各位又看我的节目之后 你一定会想说 我每天都要讲这七个字 你也要背起来 那怎么去找趋势转多有人买的股票 来 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首先趋势转多 看一下这档股票 它的MACD是否形成黄金交叉 那我必须告诉大家 我一定只操作 MACD黄金交叉股票 因为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 还是习惯做多 那再来 这档股票有人买 其实基本面好 技术面好都不重要 重要是要有人买 股票是人在操作的 没有人买 你基本面再好 你技术面再好 也是徒劳无功 他还是要会整理半年 甚至于一年 让你这边等个老半天 最后不了了之 你会失去耐心 所以突破整理平台K棒 它是一个明显的转强讯号 你买了之后 它马上就会喷 好 那当然今天 我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些 刚刚出现这种讯号的股票 但是我是怎么找到这些股票 我说我也不可能说 在一天的时间里面 看完2000档股票 所以我说 我找到的方法很简单 我利用我的正确的逻辑 再结合了AI人工智慧运算的方式 让我急速掌握到这些强势标股 而且底部起涨 我马上就要做进场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底部刚刚出现起涨讯号的股票 第一支我就要点名了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想要稳健操作 这支股票你一定要留意 而且可以布局 来 各位看一下 这档股票大家都不陌生 就是红海 2317红海 为什么今天要特别介绍 来认真看 仔细看 来 这档股票的MACD 在昨天形成黄金交叉 有看到吗 我写黄金交叉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看得到 而且MACD的柱状 已经在临轴的上方 最重要是昨天这根藏红棒 非常要命 这根藏红棒代表什么意思 有人买 那这个MACD黄金交叉 代表什么意思 趋势转多 所以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 这个红海再度启动多头行情 那基本上如果要买的话 就要利用现在来买 那当然有很多这个 像外资好了 这边写很清楚 它的这个目标价调降 调整到这个201块 我看更好 我看多少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这个AI能工智慧的显示 它是在5月6号趋势转多 而且出现了买进去 当时的股价大概在167块 我们取整数算170好了 以170来计算三成 三成就好 不用多 170的三成是多少 小学数学大家有算过 170的三成是51块 我们抓整数50块就好 50块加170等于多少 麻烦各位自己算一下 所以我看得更乐观 各位了解我意思吗 那这支股票 其实我在昨天就已经有预告 在哪预告 在我Light的记事本里面 跟大家预告 就是红乃这支股票 我相信全国的观众朋友 你只要在昨天教我Light 都可以做见证人 不仅如此 我Light里面群组 还有4万多人可以做见证 那这个都没有办法造假 那我讲过了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要成为这个 怎么讲 金融业里面最 最有名气的分析师 所以我一定要有预告的本事 而且是预告标股的本事 所以同志朋友 你想要知道今天 我到底帮各位找了什么股票 今天还是一样有两支 这亭娟刚刚有看到 请大家跟他分享一下 好 今天也是一档 100多块股票 一档是低价格 30多块 没有错 100多块股票 跟30几块股票 那30几块股票 我相信所有的股民 你们一定买得起 因为一支只要3万多块 绝对买得起 赶快现在就去看 马上就可以看得到 好 这第一支股票 那为什么我说红海 现在可以买 来 我们看第二支股票 就知道原因 看一下达方8163 我之所以会说红海 现在可以买 就是因为 你看一下过去的达方 各位在4月底的时候 达方的MACD 形成黄金交叉的时候 也就是这一根K棒的时候 如果你敢进场的话 5月份这一段 你会赚到不要不要的 各位 这一段就是这么简单 又快又凶 那现在的红海的位置 就像当初达方的位置一样 各位达方这也是不是 连三根红棒 连三根红棒代表说 连续三天都有人在买进 我讲过了 趋势转多有人买 很重要对不对 那有人买的股票 他才会涨 而达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达方如何买在这根K棒 很简单 如果你没时间挑选股票的话 有了AI之后会非常方便 4月30号不就是4月底吗 来这里趋势转多 这根K棒就是我刚刚讲的K棒 而且在这个5月3号 又再度出现一个 箭头向上的买进巡烙 现在才涨十几% 未来还有三成左右的空间 那当然这支股票 你说我们预告 一定要预告的本事 要成为业界里面 最知名的分析师 你一定要预告的本事 这个我预告的时间点 是什么时候 就是5月3号 5月3号为什么要预告 来看一下 因为5月3号出现一个箭头 向上买进巡烙 那5月3号你就算买进之后 今天这一根可不可以赚得到 保证赚得到 所以说我说 为什么你要加我Lite 加我Lite之后 所有的股票 你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而且绝对有足够的时间布局 看得到 而且布局得到 你又赚得到 这个Lite你不加 你要加谁的 对不对 好 再来讲第三支股票 讲第三档股票 我要请教一下杰瑞老师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股票 就像你抓到的 都是直接一路的喷上去 但如果之前没有追高 我以为我们有哪些股票 是他已经回档过的 而现在又重新出现 有人追买拉长红的一个个股 现在可以布局的 OK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之前涨得不要不要的 现在有没有拉回 可以重新再买股票 接下来下一支股票 请大家认真看了 就是这一支叫光环 我一定有讲过 不要说我没讲过 我的每一支股票 只要敢在节目上讲 一定都有讲过 当时我是在这根K棒的时候 介绍大家去买进 为什么 来 各位看一下 我的方法一模一样 MACD黄金交叉 突破整理平台 趋势转多有人买 这根K棒买进去的时候 这一段你就可以赚到 当然有人一定没有 在这根K棒买 现在到底可不可以买 我告诉大家 今天我才敢讲 可以买 为什么 今天又重新出现红K棒 所以这一档股票 它基本上拉回 你说可不可以买 各位 拉回不是马上买 拉回你要看一下 当它拉回的时候 趋势并没有转空的情况之下 就像这一档股票 它现在趋势还是在多方 并且出现了 藏红棒的时候 这时候才能进场去买 这时候买才最安全 因为代表说 它回档修正过程当中 有人去接 它才会出现红K棒 这个逻辑应该是正确的 所以大家如果看我的节目 听得懂我的逻辑的话 你做股票 是绝对不太可能会赔钱 懂我的意思吗 当然这支股票 我们看一下AI怎么说 来 各位 4月25号趋势转多有人买 出现讯号 然后我在同一时间在哪里 分享 在什么时候分享 4月25号就分享 当时4月25号你只要有买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至少赚个 10%没问题 10%以上没问题 当然除此之外 我也讲过我记事本里面 我说为什么你要交Lite 这个里面的资讯太重要了 来 第一个 大盘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每天我一定写一份给大家 再来最重要就是 每天的直播教学影片 这个直播教学影片 我认为是我每天花最多精神 去录制的一个节目 为什么要花很多精神 因为我相信这个电视机 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们很多人的资金部位 一定比较大 那资金部位比较大是多少钱以上 我认为300万以上 就是大资金的人 大资金的人 你们一定是希望 把你们的资金 去压在股价 刚刚起涨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 那这个技巧跟方法 我每天都花 大概20分钟左右 先录一个教学影片 你想要知道这个技巧 就每天要看 那我精选的底部起涨个股 你也可以布局 像今天有一支100多块 一支30几块 都可以布局 耳后我一定会分享 那当然投资朋友 现阶段的指数即将创新高 我再讲一遍 520之前 我认为台北股市将会刷新记录 将会刷新记录 只是1%的行情而已 所以现阶段你要利用这个好牌 去做好股票布局 找不到股票想换股 差不多直接跟我交朋友 并且回复888 怎么样跟结算交朋友 很简单 扫描QR Code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透过我的ID 搜寻小老鼠A957 那找到我之后 最重要的事情 看着我 一定要马上回复数字键888 为什么 因为当你加入我Lite的时候 你回复888 你就可以收到 我今天所录制的 直播教学影片的 网址连结 那这网址连结 你只要收到之后 点进去 你就会看到我今天录制的内容 非常的清楚 有资金300万以上的 一定要看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才知道说 如何把资金重压在股价 刚刚出现奇奖讯号的地方 那至于这个 记事本里面 今天有两支股票 请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你错过了一档又一档 今天一定要去看 100多块跟30几块的股票 其中30几块的股票 任何人都一定买得起 那至于我的 人工智慧选股教学影片 其实讲真的 就是一个实战操作的教学影片 是真枪实弹的操作 真枪实弹的操作 如果你想要知道 我怎么操作的话 那基本上 这个教学影片 你一定要看 只要简单的加LINE之后 并且回复888 我就会把影片的教学的 这个网址连结 传送到各位 你们手机的LINE里面 你们就可以直接点选 欢迎各位 踊跃的来加LINE 好 目前看起来 艾姐姐老师请大家 目前大盘看起来 两万零五百地有筛 准备来挑战类史新高 那么当中很多的个股 已经出现了第一步转交 而且有人在买 哪些个股 什么做掌握 可以在艾姐姐老师 LINE清楚里面 有整理好的资料 提供给大家